歡迎各位收看劇場會客室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王志龍先生 大家好 小龍 歡迎你 我發覺我們有一樣東西很共通 我們其實原本不是那麼劇場的人 原來我們都是傳媒人 然後就變回劇場人 回來了 但是我還說我讀過一些傳媒人 你就是讀書的時候不是讀過那樣東西 我讀書不是 但是我做過一些劇社 就是業餘劇社 學校有很多的興趣班 參加過一些戲劇活動 那時候也遇到很多劇場人 以前來說很少很正統的戲劇教育 都有提不多 多數我們那輩子 講歷史 我們那輩子很流行參加一些戲劇會演 一些比賽去實習 去實踐 我自己也是開始玩戲劇比賽 一開始就是學校劇社 培養了那個興趣出來 有一個好處就是培育到你 什麼都要自己理 因為我們學校很有趣 做戲劇的顧問先生 又不理你做什麼 總之你出來搞 又不顧問 什麼都不顧問 總之有好處 自由度大 當時很有趣 我記得我為什麼搞劇 很好笑 我記得有一班同學 有一班搞劇社的 他們其實就不搞劇 用劇社的名義去訂足球場 踢草地 踢一年都不是辦法 都要搞一個戲 於是就想 我們整班誰 中文成績好一點 當時我剛剛考完回考 我只用B 他就去問考A那個 考A那個不肯寫 他說我不喜歡寫劇本 然後就走來問我 因為我考B 我說也好 試試 突然就開始寫舞台劇 因為我考B 當時第一次就 我真的 雖然我爸爸小時候 我其實是做大會堂一些技術人員 所以經常會跟他回去看一些 大約都知道 是甚麼 始終你第一次真的做 很不同 就看電影看書 都嘗試所謂正統的想學 怎麼寫劇本 但慢慢發現 其實劇本真的有心觸發 你想說甚麼 你用一些技巧或方式去說就行 於是看完一些電影 看了一些劇場 我就覺得 都不用一定跟一些理論去做 用自己的形式去做 就開始玩一些戲劇比賽 反而我覺得 其實以前的戲劇比賽挺好的 他會搞很多工作室 教你怎樣做監製 怎樣做導演 怎樣做編劇 怎樣做演員 其實挺好的 一個短短的一個半小時的工作室 有一個很平常的概念 大約知道是怎樣 但他又不會設定你 你一定要跟他的舞台 那就自由發揮 聽完之後我就去參加 第一次參加都挺害怕的 其實因為真的甚麼都不懂 我還記得我第一個戲參加比賽 那個戲入台只有三個小時 那三個小時 我連Jazz演唱都未有時間做 只是聽完已經夠時間 接著就被大會的SM罵我 說你們怎樣做事 那你今晚給甚麼人看 Jazz演唱都沒有 我們就真的害怕到躲在房間哭 那當時是大學 不是中學 很害怕 然後我記得童年的對手 還有司徒為卓 司徒為卓 我們就去看他的戲 為甚麼人家那麼厲害 舞台的編排 那麼厲害 有一個演員還哭 看完 人家那麼厲害 我們怎樣做 我們說不要管 做好自己 最老套 立刻切掉所有的Q 真是用一個很簡單的表演認識 去呈現劇本 呈現演員 就能做 那些評判都很喜歡 當然那些大獎是 司徒為卓首 拿不到 但是拿到劇本獎 演員獎 都開心 因為真是第一次參加 覺得 都這樣靠自己去玩 挺有趣 就開始做舞台劇 但那時候 其實都是一些所謂 業餘興趣 不是那麼多 所以其實都是最主要 開始攪戲 大家一群同學去試一些比賽 以這樣的認識為主 其實你爸爸在大會堂做事 你已經盡力了 免費看戲 免費看戲 躲在控制室 都看了一些 譬如香港話劇團一些經典名作 那時候躲在馬 都是躲在控制室看的 所以都有好處 有概念 對於舞台劇 然後怎樣發展到 現在變成專業的劇情 其實很有趣 繞很大的彎 然後我大學的時候 就讀公司和社交控制 風漫流不上級 完全不關事 基本上我全部同學 就去做政府工 我呢 但我自己很有趣 因為我的背景 搞一些業餘戲劇 大學的時候很懶 經常都沒有 去了哪裏呢 去了彼佬 彼佬 香港電台電視部寫劇本 很好賺的 幾千元一集 一個學生已經很好 很好 然後就去電台 做一些演唱會的製作 又是寫作文 又去做Casting 我還記得做過一個節目 是關於戲劇的 我就去做Casting 那個導演說 那一集是拍攝古天龍的 他說不如你做古天龍同年 我說 我跟他都不知道 因為我都認識古龍 走去做很多工作 有寫電影劇本 真的做很多創作有關的工作 但畢業很有趣 走入傳媒 我們剛才也說過 走去畢業 我覺得做政府工很悶 還有其實我自己 對自己的語言能力 尤其是英文 不是那麼強信心 中文我都有些把握 因為是B 是的 因為是B 高層A 所以都有點信心 失敬 有些信心 也覺得應該可以 然後就走去考傳媒 想說挺有趣 但很有趣 我去考的時候 也是很無厘頭的 我去見教隊 我不是見教隊 我不是見教隊 因為老闆說 通常見教隊都是成熟些 有些智力 對中文有修養 或是年紀 通常到四五十歲 有些文學室跟基 有些修養 為何你走來見教隊 算了 見完 他真的給你一台電話 我跟阿寶你教的 真的這麼厚 我說 我教完半板子 他已經進來說 你全都教了 然後算了 打算衰硬 他說 跟我聊天 你為何走來見教隊 我說 我想做一份比較 暗漲工作的工作 我不知道為何 當時有這個想法 我小時候喜歡做一些 比較沉實的工作 其實 一些志願 他說 你知不知 你完全不適合做教隊 然後跟我聊天 聊天 其實你適合做記者 你有記者的意識 他說 就叫我離開 然後打來 他說 不如你來多一次討論 不要見教隊 你見記者 這是報紙或雜誌 雜誌 雜誌 然後去到 再見 見完之後 他說 其實你也有記者的聲音 我請你 但你的樣子太年輕 我送不過來 先做著編務助理 我心想 要不要再見一次 不用不用 即請 真的即請 但就做編務助理 其實有幾好的訓練人 編務助理 即是打雜 接球 但他不是不讓你做採訪的工作 我覺得我第一個題目 採訪真的很無理那間 深宵食屎 他問 如果你做深宵食屎 你會怎樣做 我說 就走去走 好像一個很蠢的答案 我答完都問 會不會太蠢 那時又沒有上網 又沒有什麼 誰知道 他就說 因為這個答案 而給我做 他說 很多人都會答 想去圖書館搜尋 或者搜尋一些資料 問問人 總之就記下了 去找那些 但其實那些方法 你只會找一些現有的資料 其實是第二手 反而你這樣真是 落手落腳去走 深夜去走銅鑼灣灣仔 走 真是第一身資料 而且你得到的東西是特別的 你經歷過的 幸好 做了三次這些 深宵食店 二手CD店 叫做記者 真是開始我的傳媒生涯 都做了十年 結果 一入這個 就做了十年 當然中間都斷斷續續 我做了兩年 就覺得 那份工很悶 就去辭職 辭職去旅行 對 我們那個年代 是喜歡自由 覺得遊歷是一個經歷 那時候每兩年我都辭職 都很有模式 然後他們通常兩年之後 就要搞一份新的雜誌 或者報紙 就叫我回去做開荒牛 即你每兩年就做一次開荒牛 對 其實是很辛苦 做開荒牛是很辛苦 很辛苦 因為理由 沒有導遊 我還記得自己當時做報紙 我做那份 都叫做比較重的報紙 嘩 去示範的時候 那五十個工作人員 我想是超過四十個 沒有做過日報 那經驗是 差到不得了 大家都是做雜誌出身 我還記得那時事報 剛剛鄧麗君死亡 我們事報就做鄧麗君採訪 做完之後第二天 老總說 做得很好 不過如果被你們做 就死了 監製報紙 因為你們做完 已經三點了 三點已經印完報紙 已經拜拜 他說因為我們用了雜誌模式 去做報紙 結果重新學 好玩的是 你真的完全由零對學 其實沒有人教 甚至排版怎樣 我記得連紙質都要一起去學 去選擇 紙質 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原來做報紙 當時我們說 做報紙 其實每一份報紙都一樣 為何要看你那份 他說原來你那份報紙 油脈脫得最少 那些年輕人 不喜歡看報紙的人 其實就是因為油脈脫得多 這是一個很創意的想法 其實是真的 是真的 因為當時我聽過有人說 某份報紙 他說很不乾淨 你看完 我以為他在說內容不乾淨 誰知道原來不是 他是真的在說不甩 但這對我自己日後的想法很大衝擊 他的衝擊是甚麼呢 原來觀眾或讀者關心的東西 是一些很簡單 但很涉及到他直接生活的東西 而不是一些你以為鬥內容嗎 內容當然都是關心的東西 但其實說真的報紙 越做就越似 大家都是去到那個地方盡量採訪 即是你一天只有24小時 你可以有多少資料 都是那些資料 那你怎樣可以令到那些東西有些不同 其實反而就是排版 紙質那裡入手 這是一個挺有趣的經歷 其實排版是的 因為有些報紙 我真的怎樣看都看不入眼 因為排版很有問題 報紙很有趣 這個都很感性 你看慣了一份報紙的排版 你看第二份的時候很不舒服 是的 即是你突然覺得 為甚麼我的生活是這樣的 即是有些這樣的 即是有一個突然間不適應的習慣 於是我們就去學這些東西 我記得我做了學排版 報紙排版 即是去想怎樣一個特別的排版 即是做了一個月 用了一個月時間去研究 於是其實斷斷續續做了十年傳媒 好的地方就是學了很多應變 開放 知道怎樣做一件新的東西 學了一些市場的東西 因為我自己是做Evatorial 但我的公司很有趣 就說做Evatorial 但基本上所有買來停的東西 你都要參與 你都要去開會 都要去談 所以都會學懂一些東西 你說你做Evatorial 你不是做過總編輯嗎 我做總編 就是Evatorial 就是編載部的 所以最初就是做記者 然後慢慢升到總編 所以Evatorial 其實總編都是你理編輯的為主 坦白說到後期 你都很多生意 賺多少錢 你都要顧 因為這間公司 那間公司 你都要獨立 不能再獨立 即使你都要開會 顧及很多東西 這件事其實對我 將來做劇場也有些影響 說就說做創作 但你真的不能完全不想 即是要顧市場 是的 尤其是我們早期 完全沒有政府資助 要自己做劇團的時候 很多時候真的不虧得錢 這個就會很影響心軟 我想做了這十年前後 我就開始覺得很悶 究竟有沒有一些工作 我自己又喜歡 又可以找到一些感覺 給自己 我想為何外國的音樂 可以成為一個 trend 即是你去看音樂 是一個很好的社交生活 我約你今晚去看音樂 之前吃飯 是一個很好的社交生活 但香港很有趣 好像舞台就定型了 一定是文藝節目 我當時是九十年代初 即是一個很文化節目 不是一個社交的節目 我想為何外國這麼有趣 他都很認真地看舞台劇 美國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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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為何他們有另一套觀念 為何可以這麼多年輕人去看舞台劇 我想其實香港是否都可以這樣 我開始想其實都可以 於是就開始想是否沒得搞 於是我就成立了W創作社 整個定位都是一個年輕人的想法 年輕人的戲劇 那時候我都年輕 將我自己一些想說的東西 觀眾又想知道的 大家過關的位置 是剛巧大家都關心的東西 我就去講一些主題 當時譬如宣傳上 劇本上 對白上 每一樣東西 其實都是用一些年輕人 香港人的年輕人所思所想 去構思 創作劇 對 完全原創劇 沒有做改編 沒有做一些比較成熟的題材 也沒有 也是香港人 香港年輕人的心態 對 年輕人的心態 甚至很老實 頭幾部戲 甚至用一些年輕人最容易進入的方法 就是愛情 去講一些生活的題材 不同的題材 那就去試 但當時還在做傳媒 因為很老實 都很擔心的 我記得頭三部戲 早上上班 晚上就去排戲 其實真的很辛苦 辛苦到一個地步 你根本 我記得是 我兩點鐘排戲都試過 晚上凌晨 演員當然都要離開 但真的沒有理解 那份工作是這樣 入台時請幾天假 但真的做到三部戲後覺得 如果你真的想試這個效果 行不行 你沒有可能這樣 你沒有理由這樣 還有因為你份工作是打仗的 不是那些消閒那些 所以是 這樣就變了 覺得對兩邊都不是那麼好 而且體力真的不行 我覺得 不如給幾年時間 自己試一試 專心做這件事 看看究竟有沒有試試做 究竟年青人戲劇 在香港有無可攪 這樣就沒有試 你現在說的是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尾 是九十年代尾 是九十年代尾 我真真正正成立W 是九九年 我辭職不做傳媒 就是01年的 01年的 整個二千年都很辛苦 是 那兩面真是 唉 恐怖 但值得的 即是你真是可以 可以初步掌握到劇場是甚麼 是 那時候你成立 是你自己單單的樣子 一個人 就是老闆 即是真的自己出錢 其實所謂老闆 都是自己做了大集 你都知道 因為電視劇場 當你搞一些很小型的戲劇的時候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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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傳也是你 監製也是你 即是那時候基本上要 監製導演 編劇 和音響設計 和宣傳 票務 都是自己做的 七手八備 即是自己做完 但好處就是 你由一個製作 由頭到尾 你都會知道怎樣做 是 是 但那時候 都是主要找一些 業餘的演員去做的 即是頭三個製作 但慢慢 亦都坦白說 覺得 大家那個 那樣東西不夠 於是 第三個 開始找一些APA的同學 就是 當時就開始和 祖 很多 蝦頭 合作 就開始 真真正正大家 試著一些 年輕人的戲劇 找一些專業的設計師 演員 合作 接著第五個戲 就找到 司徒韋卓 一起導 他幫我先導 然後慢慢 我們找到一個模式 就是合導 好像更好些 他是主力那個 但我都要一起 然後找到一個模式 跟他一起導 他那時候還未入香港說 跟他一起導 幾個戲 都導得很開心 真的掌握到一個不同的戲劇 跟以前比較 玩一下有些不同 再認真些 說真的出來有點辛苦 你知道APA的同學 他們溝通的語言很特別 他們有他們套的方法 一說就明白 你的感情做得比較濃 演員一聽 沒有問題 那就做了 什麼濃一點 我剛才不是叫你做大一點 有什麼分別 一樣 大一點是說 濃一點是說 是 人家濃一點我就明白 譬如這些語言上 我都要掌握了很久 究竟 原來他是說這件事 有好處 慢慢知道 原來他們用這樣的語言來溝通 原來演員 心目中做大一點 做濃一點 是兩件事 你現在說兩件事 我又以為是同一件事 但他會馬上解釋到 濃一點的意思 即是我的感情的支援強一點 大一點可能是說另一件事 跨一點 大一點 大一點 這些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好玩的 很有趣 對於我一個外行人 雖然有搞戲劇 但始終都是一個業餘性質 從他們身上去學習 但我合作的設計師 全都是APA同學 我又慢慢開始跟他們談 因為你知以前做業餘劇社 有個想法就是 我一定要很清楚 告訴一些設計師或演員 我要些甚麼 但原來不是 當你跟一些APA同學合作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發揮越大 氣越好看 於是你不要給太多包袱人 你真是給人一個方向 我就慢慢去學 因為以前你知 我做傳媒館的人 比較抱歉 我要些甚麼 但其實 不知道這件事 反而可能會令到創作 會有一個框框 這個很有趣 其實都是兩類人 對 因為做傳媒可能是比較 一板一眼去做他的工作 做劇場的人 比較著重創意 傳媒人不是不著重創意 可能在文筆上 寫字上 但可能整個雜誌報紙的方向 他反而喜歡有一定的方向 這個很不同 但APA因為他本身就是藝術家 對 而且他們喜歡有一個 發揮的空間 你一定知道 合作過這麼多 我兩人都做過商工 兩人都知道 你都知道他們其實是傳媒人 是很有趣的 總之寫稿被他躲在寫就可以了 其他東西你設定給他都可以 譬如所有的他都會跟階段 都會跟你的大方向 跟你的主題 所以你跟我說 就不用用別的語言 對 我們已經看到了 但也好 我覺得學了幾年之後 我就掌握到 原來是這樣說的 很有趣的 其實好像重新小朋友 學語 真的慢慢 原來是要這樣溝通的 其實我自己都不在意 因為我講話就是這樣說 但我試過去一間 超級大機構 那些同事 直至現在都還說 其實你的語言 我們不太明白 原來他不明白 就是 我最初做導演的時候 導一些APA的同學 我都會有這個感覺 他好像不太明白我說什麼 我說得很清楚 但事後也挺好的 因為合作 你見我合作開都是那些班底 邵美君 梁祖堯 湯正業 那一班 早期楊斯敏 剛剛離開了 林小寶 飛去加拿大定居 但他們慢慢聽聽聽 都明白你說什麼 以及Roy做壓陣導演 都可以的 就算我自己 有些作品我自己導 我都開始可以掌握到一些語言 明白 Roy好像要做翻譯 是 最初是的 最初是的 這個幾好玩 還有我都跟Roy摸到一套 合作導演的方法 因為最初兩個作品 就是我寫他到的 但慢慢覺得這樣不好玩 反而不是一加一等於二 反而大家誤會了大家有些事情 於是大家摸了一個另外導演的形式 就是我先導 然後總導演的位置就給他 他去最後來掌握旗 決定一些事情 他到後面那一部分 這個是幾有趣的 有幾個作品 譬如跟蘇佑華合作 你今天拯救了地球美 跟何韻詩合作 梁祖夏世傳奇 都是這樣的方式合作 那個也是幾好的一個 慢慢摸的溝通 所以對我來說 跟藝術家的合作 又是一個幾新的衝擊 好 小龍 今集 我們談到這裡 好 下一集我有一個很大的題目 要問你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見 好 謝謝 拜拜 拜拜 好 好 我的 三個 我 五個 三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